就是到那一天 他不认识了我 我还认识他 我还记住他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到最后一个 不认识了肯定是我 我只要是他最后一个忘记的人 我也认识他 我今年出色三岁了 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但是呢在我退休的那段时间 我天天被发现患有 我安置了很多症 我天天呢为了我们这个家 她做出了很多牺牲 我当时呢我想我 我有一种家里寄付权交给她的 以前呢我拼命的工作 赚了钱 接下来带着我太太呢 到世界各地区 所以我跟她出去玩的时候呢 我发现啊 未来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所以看到金字里这个老太太 她不认为是自己 她会很生气地跟她吵架 跟她 让她躲出去 她会闻到家里有一些怪的味道 有的时候她甚至骂我死了腿子 你几天没洗澡 有的时候我跟她讲 我有高血压 我是医生开的中药 来 习惯起来 医生出片 来 你妈吃 让她身体棒棒 好 怕生怕生怕生 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好 那我去了 哎呦 乌花子 我去了 哎呦 乌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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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的资料相当于小朋友的时候 她吃药的时候 我们就跟她说 其实你现在是 本质地要 就是维持出自己 对你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好不容易带来的 但这个病是很不幸的 其实对吧 她不会说 因为她没有怎么办 那个死 对我来说 我痛不见哪里了 我挨了她半天 她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到那一天 她不能说的我 我还认得她 我还记住她永远是我的 到最后一个不能说的肯定是我 我只要是她最后一个忘记的人 我也能忘记 最好 美食早食干 外婆是我们家的有公子层 美食早食干 以前家里的伙权是她的 美食早食干 外公一直在外公工作 美食早食干 现在外公老了 外公 永远不分离 我们一直在一起